字幕志愿者 李映冲 风水命理 朝点视频 李映冲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李映冲师傅 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到李映冲风水命理节目的时间 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的夜晚 很久没有用八字去拆解一些团体成立入的走势 我记得我之前一年前拍过MIRROR成立日、年月日的分析 今次想跟大家去拆解另一个团体的组合 就是女团 就是COLAR 相信大家对COLAR也很有认识 因为COLAR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发布会的时间 就是2022年1月的情况 大家在迎光的面前 COLAR就是香港的一个 现在属于一个比较知名度高的女团的组合 现在的年份是1月未立春 所以年份也是跟2021年属牛的生肖 新丑年、新丑月、月丑日 夜晚6点半发放记者会的有时就月有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字 可能大家都有兴趣听一听这个法字 这个八字里有些挺特别的 亦都可以再进一步反映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团体的出生年月日 的而且确你可以看到某一些流年 可能会有大的震荡或某一些月份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跟回以前我们分析 看回它的日元就是这个月 五行属木的 生在冬天 濕土、月木就没有生肌 下面地支全部丑丑丑丑有 这些全部都是濕土 濕土又生金 全部都是金 日元的月木和时干的月木 都是虚浮无根 加上局中完全没有火 月木最重要是见火 但是八字完全没有火 这个八字里面我们有名称给它的 叫做从杀格 在原局里面 从杀格就是叫做 信土金的气势 本身 OK 本身它要信土金的气势 因为月木没有生机 下面全部都是土金 我们有一句说话 月木既埋金之铁 就是说丑丑这个字 就是削你的根气 月木没有根 没有太阳 没有得回光反正 所以八字本身叫做从杀格 但是呢 在运里面它从不了 它在2029年才正式上运 它未上运之前 里面来说是行一堆榴莲 2022到2028 这里 1 2 3 4 5 6 7 7个榴莲就是它现在行的运势 那它第一个榴莲 就是它成立了之后 2022年就是任人年 那月木就得根于人 是不是 接着卯又有根 月木建甲 藤罗系甲 接着有火 即是说 在这段时间里来说 Color这个组合 是没有办法重杀格的 那就是变了不重了 就是变了不重 重不了 好 因为它一上运 就有根性 有时候我们批白就是这样 你在圆局里面 看到它好像是一个 顺其气势的重格 但是你一看运势 就知道它重不了 那应该是重格 但是又重不了 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力尽艰难的意境 因为七杀是黑身之物 如果你月木毛巾 即是杀重身轻 杀重而身轻的情况之下来说 你就会很辛苦 如果你不能够顺从它 所以呢 第一年而已 Color 第一年 就发生一个 就是 当时 其中一个 知名的团队里面 苏智晴 苏晴 苏晴 她的男朋友 就是因为 在MIRROR的表演里面 因为受伤了 所以 苏晴有一段时间内 她就要陪伴她男朋友 就没有办法 就是 可以 就是 继续参加 这个团队的宣传 这样的情况 当时 对于刚刚出道的Color 刚刚红的时候 就受了一个很大的震盪 好了 那个月份 当时是一个什么的月份呢 很神奇的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当时是2022年 未上运 未入大运 跟回她的月处 就是她的初运 好了 任人年 2022年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就是 苏智晴的男朋友 就是7月尾的时候出事 当时是什么月份呢 就是丁眉月 留月 月份 就是丁眉月 好了 我们看到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你看到 八字丑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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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Color受着很大的压力 因为成员不齐全 因为这样的事情 亦都因为这么大的事情 引致到当时有些人心惶惶 有些民心退散 这种现象 Color和ViuTV的情况有问题 可以很简单 这三丑最忌见到尾这个字 一见尾字就冲三个丑 就有很大的震荡 如果我们在榴莲看 我们不看榴莲 不看榴莲看榴莲 20222324252627 喂 刚好去到2027年 2022丁尾年 杀伤力就更大 你想想它一上运 第一个榴莲丁尾就已经发生这么大的震荡 可想而知 如果去到2027丁尾年的时候 冲曬的时候就散掉了 那就是说 当然我也不想 因为我都喜欢看她们跳舞 这样的情况 但是看到在这个年份里面 团体有个危机 会不会撞到这个留言的时间里面 可能Color已经是各散东西 各有各发展 就好像以前2000年头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女团的工作 叫做Cookies 叫做Cookies 即是狗饼 是吧 Cookies 那时候有邓丽欣 有吴宇菲 这样的情况 接着来说就拆掉了 只剩下吴宇菲 和Stephy 就是继续个人 做一个挺好的发展 其实我都相信 不出奇的 可能Color 玩了几年之后 去到这个年份 这一撞就散掉了 可能就有机会各散东西 就自己各自发展 就是这样的情况 即是一个比较辛苦的组合 这个辛苦 但是 撒旺 走回日元有根 勉强去介入撒 虽然是 成名得很辛苦 这个团体 但是 都成不了明的一定 因为撒是主 地位明星 七撒是主地位明星 只要他吃得起 这个七撒的力量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有一个 出名 很出名的现象 因为这个八字里面 原谷日主无根而撒旺 我们有一个名称给他的 就是说 日元完全没有根 或者根气很浅 但是观察很有力的情况之下 他很容易成名 长不长久是一件事 勇容易成名是另一件事 这个八字因为日主无根而撒旺 这种组合是很容易出到一个很大的明星的 无论你不要理他 究竟他的功力 就是表演的才艺方面如何 他都是一个能够有一个很大明星的一个这样的组合 但是因为他一行运 就由顺金的气势变成不顺 因为我日主要有根 就是说 每一个成员 这个月目 这个日元的月目 就是代表Color的每一个成员 就是非常非常之辛苦地去捱 好了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 其中的时光有个月目坐着这个七撒 直接黑掉了 如果在一个人的角度里面来说 观察重的八字里面来说 很多时候兄弟姐妹都会割散东西 兄弟姐妹会割散东西 又或者容易有腰折的现象 如果是一个人命的八字里面 这个是团体不可以这样分析 但是因为观察重的情况之下来说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已经陆续可能已经会有一些人 是会各自发展的了 就是不需要去到2027年这个危机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已经是会有一些团圆 可能会自己抽出来发展 因为这个八字里面观察很重 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好了 而在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因为土金很重 财星呢 因为偏财星其实代表活跃 代表动力很重 比如一个男命的八字 或者女命的八字 人的八字 通常财星旺的人来说 很多时候都喜欢动手动脚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以轎母为主要组合的一个团体 那么八字呢 偏财旺呢 它又隐隐然地反映到这件事情 那么我都觉得是一个 几特别给大家去参考一个这样的现象 但是虽然之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是很忌个未字的 就是很忌 忌未这个字 那么我又没有去逐个查 究竟那十二个女孩 有没有谁是熟羊 我就没有去查到这件事 但是呢 主要之后会记个未字 未月 未年 未云 这个都是一个忌忌的组合 但是师傅 有时候其实在不同的情况 都会听到你说 什么冲之类的 但是这个冲 跟你平时说的冲的分别在于什么呢 因为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因为它三个丑 我们平时说三冲一就散了 好像一张桌四只脚一样 三只脚断了就会倒 所以当一个未冲丑的时候 会有傾倒的危机 那么刘月只是一个月 但是刘年就不同了 所以丁未年 可能整个团体各散东西 但是因为它原局已经有观察 黑日元比坚的现象 可能在2023、2024、2025 这些时间特别是2025年 这一个年份 自有丑 就形成了一个金局 黑这个月目比坚 那就是说呢 2025年呢 可能已经会有 就是 有人物分离的现象 就是可能在2025年来说 已经陆续有些人会分离 那么去到2027年 可能就有机会散发了 这个团体 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接着就各自发展了 就是他们12个团圆 有些格局高的 可能它自己独当一面 这样的情况 嗯 那么下一集 我们继续又再请教李彥聪师傅了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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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